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熊观影 我是阿九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高分媒剧《一犯追踪》 第四季的第二十季 清晨一起帮派斗殴事件发生 兄弟会两人被杀 但机器并没有挑出他们的号码 李斯问翟总是不是机器出了什么问题 最近他一直在被小萨追杀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这次斗殴属于机会犯罪 机器只能发现预谋犯罪 这极有可能是以利亚对多米尼克的报复 不过翟总刚接到的号码 与两个帮派都没关系 是一个叫切斯的25岁男人 七年前他全家被杀 切斯是主要嫌疑人 但在案件受理前他就跑去了巴黎 最近刚刚回到纽约 李斯让翟总跟进帮派的案子 他打算回去查查切斯的档案 这时穿着婚纱的根妹突然出现 他为了套消息 差点嫁给一个得西马的人 但没能得手 翟总看他有些低沫 问他想不想阻止一场黑帮大战 顺便还能检测机器是否正常 只要跟宝宝相关 根妹就来者不拒 李斯调查切斯的旧案资料 但卷宗没有归档 而是在一个已故警员的 私人物品里找到的 而这名警员竟然就是卡姐 原来这是卡姐生前 一直在跟进的悬案 直到他去世都没能查出真相 李斯一瞬间陷入了回忆 和卡姐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 涌上心头 在他的笔记本里 李斯还发现了一张合照 正是他与杰西卡的照片 那是卡姐调查西装男时 在杰西卡的老家拿到的 但他一直都没还给李斯 李斯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而是偷偷做了个决定 打算自己来查 就把豆豆也叫去帮宅总 他先去了当年的案发现场 据管理员所说 那间房子一直在找卖家 切斯也没有再回过那里 而是自己住在外面 当年案发时 卡姐还是铁尼手下的新人 切斯还在读大学 并且染上了毒瘾 案发时全家只有他不在 他的父母姐姐共四人被杀 管家说切斯与家人的关系很差 时常和父母吵架 案发时没有传出什么可疑的声响 天宁一口咬定是切斯洞的手 目的是为了拿钱吸毒 但卡姐不以为然 桌上就有一个之前的翡翠饰品 至少也能当个两万 为了毒品杀人的家伙 没道理连这个都不拿 卡姐当时做了和李斯一样的选择 找切斯来问话 切斯说那晚全家人都在 因为他们周日回聚餐 而他当时就把不在场证明 交给了那个查案的女警 当时他在他们家卡自骑山的小屋 因为他的毒瘾复发了 那晚之前他已经六个月没碰毒品 在他上次犯毒瘾时 母亲把他送到医院 一直挖着他的手 后晚每次都陪他去戒毒小组 但他还是让母亲失望了 早上他本想回家 征求家人的原谅 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尸体 切斯的伤心看起来不像是假的 以思问如果不是他干的 那么会是谁 切斯做了和以前一样的回答 要么起诉他 要么放了他 卡姐把切斯放走了 但铁尼并不相信他的话 卡姐认为切斯一定有问题 但当他谈到母亲时 他眼里的情感是真的 他绝对不会把母亲绑起来 然后割破他的喉咙 这是铁尼接到法证的报告 犯罪现场发现的DNA 证实与被害人是亲属关系 这更做失了切斯的嫌疑 卡姐打算去一趟他说的小屋 亲自验证一下不在场证明 而眼下切斯正开车前往山间小屋 路上李斯接到翟总的电话 得知之前的斗殴 是两拨人刚好碰到 确实是机会犯罪 李斯说他正在跟踪切斯 翟总想过去与他会合 但被李斯拒绝了 刚说到这儿 车子开到了没有信号的区域 他们失去了联系 李斯跟着切斯进了小屋 桌上摆着一些违禁药物 画面切回七年前 卡姐赶到小屋时 分明有什么人躲在那里 卡姐追出去后 那人已经逃跑了 他一直没机会知道 那到底是谁 不过李斯跟踪的确实是切斯 他从李斯背后出来 差点被他误伤 切斯说这间房子虽然是他的 但桌上的毒品却不是 而是别人摆在这里的 李斯问那人是谁 突然有人从背后对他开了枪 萌萌中 一个男人慢慢走近他们 切斯叫那人费尔 对方强调说 他的名字是吉尔 不过这会是他最后一次交错 吉尔称切斯为兄弟 但他并不想有一个隐君子兄弟 切斯显然不知道 他与吉尔的关系 他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 没想到他是父亲的私生子 父亲早在高中时 就结识了吉尔的母亲 之后抛弃了他们母子 吉尔的母亲死后 他就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他找到父亲 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孤单要隐瞒他的存在 还想用钱把他打发了 无论是谁 两次放弃自己的孩子 都不配拥有家庭 吉尔计划了很久 想要把他全家都杀了 谁知切斯案发后就跑了 他等了七年才等到今天 吉尔逼迫切斯吞药自杀 这需要几个小时时间 他会坐在那里 看着切斯死去 地上的李斯恢复了神志 想要拿到手边的枪 却被吉尔发现后一脚踢开 他嘲笑警察无能 说当年那个女警 也差点被自己杀了 可惜当时 他还不敢对警察动手 后来听说这女警 也中枪死亡 看来命运是终究逃不过的 吉尔把李斯丢在血坑里 准备找个铲子 把他埋了 在他转身时 李斯拼尽全力 拿到了藏在库管里的枪 画面突然漆黑一片 李斯和卡姐坐在车里监视 他觉得今晚格外的冷 不久前 他们在聊着将来的事 卡姐退休后的愿望 就是找遍沙滩 过平静的日子 在他脱下警服的那天 还有很多的选择 但李斯对未来 却一点希望都没有 在做上这份工作前 他的人生本来就无路可走 不做了之后 也一样无路可走 而对他之前的经历 他却从来不愿提起 他从不对朋友敞开心门 但今晚例外 他拿出一张 与杰西卡的合照 因为对他的内疚 他把所有人都拒之千里 卡姐让他现在就把心事说出来 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了 李斯不明白 现在还很早 为什么会没有时间 说着眼前雾气弥漫 画面突然转到现在 他们没有在监视 而是坐在撞坏的车里 吉尔已经被李斯打死 但枪伤让他撞了车 卡姐让他想办法求助 不然他和切斯都会死 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但那之前他没告诉任何人 他埋了这儿 现在只能靠自己 血液在流失 体温在下降 就算没有失血过多 也会被冻死 李斯爬出车门 好不容易拿到吉尔的车钥匙 但车子因为低温无法启动 李斯打开音乐 熟悉的歌声 让他更加想念 和卡姐一起工作的日子 这时他感觉车里变得很热 空调似乎坏了 卡姐告诉他 他的嘴里冒出白烟 那不是热而是稳 是低温症的最后一个症状 他快要冻死了 李斯变得有些慌 他打开车门 又要去前面的公墓上玩一辆车 他已经看到车灯了 卡姐说那并不是车灯 而是月亮 暴风雪已经停望 伊斯显得很美 李斯打算说完他的故事 他随军被派驻到阿富汗 他们的一支队伍遭遇了塔利班游戏兵 在他赶到时 两帮人已经同归于今晚 那些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带着照片 妻子 女友 孩子 他们都带着 但他们不是为那些人而死的 李斯想到 如果自己身上没有这样的照片 他或许会做得更好 从阿富汗回来后 他就和杰西卡分了手 但后来他们谁也没幸福 他还永远地失去了杰西卡 从那之后 李斯一直走的路 就是把所有人拒之门外 李斯记得他并没有 他把这些都和卡姐分享过 但卡姐却否认了这个说法 李斯从没告诉过他 在他记忆中的那个晚上 卡姐试着和他谈心 但他并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照片不是那一页出现的 而是他从杰西卡家里拿到的 他一直没有还给李斯 是因为上面的他是不一样的 幸福 自信 充满希望 他还能拥有这一切 只要他坚持下去 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关心他 只要他敞开心扉 就像他从前对自己说过的 你不是一个人 在卡姐的鼓励下 李斯打算坚持下去 车里重新响起了音乐声 眼前真的出现了车灯 在他失踪的几个小时里 队友们都没有放弃寻找 逗逗的车子迎面停下来 李斯看向旁边的座位 那里其实一直都是空的 刚才的一切都是回忆和幻觉的交织 或许在从前 他会孤独地坐在车里等死 他一直以为自己走的就是那样一条路 但不知不觉中 身边的一切都变了 以上就是《一贩追踪》第四季 第二十季 这集的时间线跳转和镜头转接 做得很有技巧性 虽然内容方面 会让人有一种预算不够 强行灌水的感觉 但想想还是有必要的 李斯和杰西卡分手的原因 其实一直没填过坑 现在这个人物就更加丰满了 而且一贩的内容量 是从外部水的 结局的两集很精彩 可以用惨烈外形容 感兴趣的小伙伴继续关注吧 好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